再說一次,這個就是看黃色的顏色,然後去吃球去打牠 最好吃完四顆 吃完四顆之後 你打牠就很痛 我們一會看看,牠會說的 現在是黑色,我們準備吃黑色球 最好吃完四顆,你會看到自己在下面... 哎呀,我騙了一顆白色 吃一邊吃一邊打都可以,要變成這個顏色,你打牠才會痛 不然打牠1 最好吃完四顆,你打牠就很痛 現在兩顆而已 吃完四顆,現在沒有了,那我們下一輪 我昨天沒有打到,真的浪費 對呀,因為昨天重置 會減少一輪的...會減少一輪的東西 白色,我們準備吃白球,我吃四顆給大家看 先吃完四顆 OK,你看到下面會有一個寫增加時間倒數 但小心不要遮蓋到白球 不是,不要遮蓋到其他色的球 因為你會抵消了你原本那個 差不多夠時間了,又再吃多顆,補回時間 現在打牠超痛,你看到嗎 我一下子吃了它20%血 所以你吃完四顆的時候,這個輸出是最高 你看到可以切菜 搞定 這關就是吃波波的 吃相同顏色的波 一顆星就一顆球 一顆星就一顆球 一顆星就一顆傷 好,第二隻 這隻是... 這隻是... 這隻是牠屬性好高,要弱化牠之後再攻擊 這隻要看準時間拉牠去一個位置 去弱化牠 通常要什麼時候拉呢 再打到這裡 因為一陣子旋轉很大 看到出來了,但現在不太快拉著 因為現在拉牠沒什麼作用 一陣子牠一招很痛 通常會幾時會出的招 就是這個,出完這招就可以拉 這個有8下,數著 2,3,4,5,6,7,8 OK,8下之後就差不多了 現在進去 因為他這招轉很痛 你一定要弱化了他轉你才不痛 就是這樣 然後你就可以攻擊他了 就是剛才那個 當他出完招技就開始要拉他進去 因為他要做了那個旋轉 那個旋轉是非常之痛 小心在前面不要讓他招到入圈裡面 因為當他進去你這麼快弱化他 一會他轉轉轉你就GG了 不是,站好弱了 頭幾關都還好 但相對保斯和騎士打這些 不是那麼吃香 因為輸出比較低 你變成打這些其實是挺難打的 我發現 好,這個就麻煩一點 這個就叫做戀人優優 這個有看他講什麼的 如果他跟我熱戀的時候 他就是講真話 他跟我冷戰的時候就是講假話 一開始你不知道他是熱戀還是冷戰 我都... 那你開始要試 我先當他是熱戀 熱戀就是會講真話 看看他是不是會講真話 你試一次你就知道,試他第一個圈 那現在看盡他 譬如現在他說快入圈躲避 那我們先進去 看看吸不吸血 OK,沒有吸血,現在我們是熱戀期 熱戀期我們就照聽他說就可以了 他說入圈就入圈 他說離開個圈就離開個圈 如果他說我們一會兒冷戰 他會說他現在改變態度就是冷戰 那現在我們要入圈的 相信他說話 那我們就沒事了 那你就要看他熱戀 現在叫他離開,你就要離開圈 不要走進去 我看看他一會兒會不會出什麼態度改變 我先不殺他 看看他會不會出什麼態度改變 他一會兒會說什麼態度改變 態度改變之後,他現在就不是跟我熱戀了 是跟我冷戰 我們看看他會不會出這個態度改變 看著他說什麼 我看看他會不會出什麼態度改變 我看看他出多少次會說態度改變 好像不會出,但是一會兒 現在他對我的態度改變了 看到嗎 如果對我的態度改變,他說話是假話 他叫我遠離我就要入圈 你就要出圈 就要看著他到底是什麼狀態 這個發陣小心不要進去,發陣會扣血 好,這個就是打這個要變魂卡的 變那隻顏色,其實要記住他要打什麼顏色 你就先走過去 譬如現在這個是打風的 如果他是火的話,我們要打風的 我們先找了風那個出來 在這裡準備 因為你一打他就開始計時了 你看到嗎 立即變成藥風 我們快速打這個 然後拿一張藥風卡 射他,然後拉回去 然後就開始打 現在你弱了風了 其實好像平常打王一樣 他說藥風就藥風,藥火就藥火 當你現在是 處於這個情況,你現在打他 他又很痛 記住那些顏色,他現在火就是用藥風 這隻王是火狀態,我們就是用藥風 這個就是藥火的 現在他這個狀態 我們走到火裡 記一下顏色就可以了 現在我們藥火,變火 打他很痛 其實大家打過一次之後知道怎樣打就好 最難打的是死神那關 即是必殺那個 變身的時間要抓得很準 這關就是死神 這關死神就是 他一陣子會有一個 類似是必殺的一招技 那你要用變身去擋 即是這個尖銳 我不知道是不是剛剛出了 那隻腳 然後我就踩中了下去 有時候會這樣 其實這個我還未弄得明白 大了 出多按招 她 現在變身都差不多了 變身 就是變你身才多吸收 對了 即是你還可以充成招變身 不要等他,等他現在才來變 那你就吸不到招,變身的傷 大約阿彎也不知如何計算感覺 有些人看血的%我覺得這個不太準 因為你有時候會打多一點 傷害高一點跟我傷害是不同的 還有每一關都不同 你的大佬越強的時候血就越厚越難打 其實很難看那個% 我時候靠感覺都差不多時間了 我慢了 他第三次會把你變成動物 你不要變成 一定要變成動物入圈解除動物 你才好再去打他 我看看能不能出動物的招 我看看能不能出動物 第三次他會把我變成動物 我看看能不能出動物 我們等一會 這裡變成動物 你就要入圈解除了然後再變身 解除了才變身 所以這一下一定要留第三下你的動物 如果不是 你之前變成動物 你變成動物 嘩 神經病 我不是輸了嗎 嚇死我 剛才動物我記得注意的地方 第三次的變身不要那麼快變成動物 變成動物入圈解除動物才變身 否則你就沒有變身去頂他第三下 什麼意思 也就是別人 那種去心機 行不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